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主讲台交给吴代表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两会中您最关注的重点话题 我是街坊总会的吴小丽 也是澳区的人大代表 今次去到北京两会 其实我们要审议的议题都是比较多的 总共有十项 我想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作报告 其实在看回我们国家的工作报告 其实去年一年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工作是比较肯定的 因为在疫情的阴霾下我们能够的经济是正增长 我们去年是完善了我们有关的疫情防控的一些相关的法例 比如保护动物 以及环保的保卫战 其实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脱贫攻坚 我们国家终于是完成了这个脱贫的一个工作的 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迈向一个小康之家 小康的社会 而我们整体来说整个经济都是全球来说我们都是一个正的增长 所以在一个疫情比较关键的一年里面 我们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下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的增长 其实这个真是来得不容易的 这个也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导 我们全民的参与 尤其是在疫情里面 也都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制度的优势 我们全民共同抗击这个新冠肺炎 都是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我想第二个比较大的焦点 大家都是看到十四五的规划和2035年的圆境目标 大家都看到今年是我们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所以大家的焦点都是比较着重的 亦都是我们一百年的目标任务完成的一年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十四五规划 我想大家居民或者是我们的人民看到十四五规划 其实看到我们国家很有步骤和方向 如何推动我们国家整体的民生工作 福利工作 经济等等 是向前一个发展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之有愿景 亦都是充满信心 亦都看到整个规划是有方向有步骤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充满信心的 如果拉回来近一点我们澳门的 亦都有一个篇章是关于我们港澳的 我们如何去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如何去参与越港澳大湾区 这个亦都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个都是全民比较我们澳门居民 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 说回我们两会的整个会议的状况 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我们两会都用了一个星期 完成了我们这么多议程 可以这么说今次的会议依然一样是比较紧张 但是紧张我觉得是比较高效的 甚至我们也有利用到夜晚的时候 要开会商讨一些相关的工作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也是好的 精简了我们的工作力量也是比较集中 没有放过一天假也没有放过半天假 大家都是集中讨论我们会议的相关的内容和工作 整个汇丰都是比较朴实高效的 我自己觉得应该的效果应该都是非常好的 刚刚吴代表给大家介绍了 在两会中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发布了两年的时间 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给澳门带来最大的变化有哪些呢 我想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发展 是将我们澳门居民的生活一下子托阔了的 过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停留在澳门的 但是这个规划推开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是有九个城市再加香港和澳门 也都将我们澳门的生活一下子 从澳门推幅到整个大湾区就是九加二的城市 我们无论是在生活、学习、工作、创业 我们的空间都是放大了的 我也知道也有很多老人家都去到湾区里面不同的城市 去生活、去养老甚至有些朋友在上面是创业的 反应应该都是相当不错的 恒情还有澳门包括关区的发展也都非常备受关注 现在澳门单排车出了恒情的总额已经增加至1万个 澳门的轻轨线今年3月也将开建 您怎么看待珠澳交通的这样互联互通 对于解决和改善方法您有哪些建议呢 事实是的 如何促进到我们的湾区的发展呢 其实交通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环琴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 尤其是我们的单排车 由过去的几千步现在是可以增加到一万步 其实这个措施应该大家都是比较肯定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路通是财通 很多时候朋友都说去环琴最不方便就是交通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抗欢我们的单排车的进入 乘轨的交通能够对接得到 我相信更有利于我们的居民的出入 和一些的生活工作等等 那其实除了交通之外 我们知道街总在近期也在负责澳门居民在珠海的一个医保手续 那对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方面现在的情况如何 您觉得双方未来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善呢 事实是的 最近由去年开始香港有关社保的部门和我们沟通 希望我们在澳门可以协助澳门居民去申请珠海的一些社保工作 开展了两个多月 其实反应应该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都接待了万多个居民过来查询 了解一些相关的社保的一些作用 成功的申请都超过了三千多宗 这个都给到大家的居民如果在珠海里面生活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尤其是医保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内地要看医生 或者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去到医院大家都会感觉到最难去解决的就是医疗的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有医保可以保护 就是受我们港澳的居民参谱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 也都是有利于澳门的居民在内地的生活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除了澳门和湾区之外 其实在今年香港也是两会的一个重头戏 在今年两会的时候也通过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决定 爱国者治港也引起了非常多人的讨论 您觉得对于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改善和培育比较好? 我自己这样看 因为爱国者治港也是今次两会的焦点之一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之认同的 爱国者应该是要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爱护我们自己的民族 我自己就是这样想的 应该就要从教育从小去入手 去教育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一些的学生 要怎样去爱护我们的国家 怎样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所长 让他们多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历史 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样 由一个贫困被列强侵略的一个国家 走到今天我们一个比较繁荣 一个富强的一个现状 亦都要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些科技的发展 民生的保障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步和一个进步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青少年应该要多了解我们的国家的历史 以及我们的未来的发展 我们知道街总在恒情的广东办事处 现在已经成立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对于更好的服务在恒情的澳门居民 以及将澳门社区服务推广至恒情 接踪今后又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很幸运我们街坊总会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环琴有第一个中心的设立 这个服务点亦都是和环琴的相关的政府部门 一起去合作去开展相关的服务 经过一年的实践都受到当地居民的肯定 我们的服务人次不断地攀升 尤其是在去年的疫情里面 其实这个中心都发挥了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疫情的期间 澳门和环琴珠海中间的通关情况 或者澳门居民要做一些报备 或者一些资讯的来往 在这个中心中间都发挥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都得到当地的政府非常之认同 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 我们已经在环琴另外两个社区里面 也都设立了一个服务中心 一个是在河塘的社区 一个是在新嘉园的社区 所以现在我们街坊总会在环琴 已经有三个服务中心 另外也都在拱北那里 一个贸城的社区 即现在我们的清贸口岸旁 都设立了一个服务站 其实两地的合作是有效地 这样推动我们社会的治理 也加入了一些澳门社会工作的元素 在里面 结合当地的一些情况 更好地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服务 我自己就是这样想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 比较走得前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团体 跟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融入去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里面 开展我们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其实在湾区里面 也不是完全将我们澳门一套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是搬过去的 我们都要结合当地的实际 所以我经常都很期望 可以结合湾区的实际状况 融入一些我们澳门的社会服务工作的元素 在里面 可不可以建立一个湾区的社会服务的标准 更好地为我们澳门的居民 或者是湾区的居民 更好地去提供我们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随着民生交通社会服务等逐步成熟 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 也会更加密切 感谢吴小丽代表给大家分享两会中的重点内容 关于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拨打栏目24小时咨询热线 或者登陆澳门有线电视官方网站进行互动留言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